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 这个明清古春落这个村庄出了十一位近视 二十九位秀才 我们今天拿这个太极厂探测仪来考察 以验证一下这里的风水 这里是仁天公寺 这边 我们一路走来 这是东莞茶山南社 这也有一个公尺 这个没有太极点 这里有一个简性的一个公尺 这个也没有太极点 看一下这里的周围的环境 这里有一个大清康熙二十六年大炮 这是炮台大炮 看一下 这是什么礁谷公尺 这个没有太极点 从里扫过来没有 没有他就没有感应到 看看这个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 这是明朝清朝的时候 明清古建筑 广东是文库保护的 这是宁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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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前面 看一下前面 这是 哇 这里 好多老人家在这里修身养性啊 好多老人家在这里修身养性啊 这个是宁安公尺 这宁安公尺 宁安公尺 县宁安公尺 找到一根 还是往那边 还是往那边 好过去看一下 现在找一下坐标线 等一下我在前面 现在找一下他的坐标线在哪里看 在这里都不见了 在这里面了 在这里面了 在这个谢氏的宗尺里面 在这个谢氏的宗尺里面 可以可以可以 这里也到头了 现在走不进去了 真的要在这里面了 在这个谢氏的宗尺里面 这门口多奇感诗 这是当年出了举人进室 是当年地位显赫的一个标字 谢氏大宗尺 那当年出了十一位进士 二十九位秀才 看一下这个 五举 五举 谢玉雄 谢标齐 这是五举 就是五颗状元 五举 五状元 还有个谢亭章 五举 同志 九年 跟五举 同志十二年 这是光绪 光绪 谢玉雄 还有个谢乳 这个什么针 也是光绪的 这个是金氏 这个也是金氏 我在里面 这个是那个 哇好多 这奇感石 中了金氏五状元都有 以前的金氪五状元 这边是 这是一幅对立的 这是奇感石 好我们进里面看看这个太极点的位置 在里面 等一下我在前面 等一下我在前面 我们在海洋 找人在哪里 交汇在哪里 嗯 交汇一点 找人交汇一点 哇 在这边 在这个大厅这里 在大厅这里 哇 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在大厅位置这里 看下在哪个位置 这个视频很珍贵啊 我们千里迢迢的过来 就是为 探测一下这里 考证一下这里的风水 这是谢氏的宗石 当年出了十一位金氏 二十九位秀采 看下来 看下来 这风水也了不得 哇 在这里 应该在这位置 在这里 哇 好正宗哦 至少是中间的位置 哇 白子天说的 哇 白子天说的 好正宗哦 在这个金的中间呢 嗯 我们看看这里的介绍 南四四大金氏 谢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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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字 哎呀不知道怎么读这个 那再看这边 这是 谢玉琴是建卫将军武状元 以前清朝啊明朝啊 都是举人啊 什么清清和武状元那种 哇 这历史有久 谢玉琴 这是二品文官 二品官 一品大元 二品大元 那不得了 这是谢氏的祖训 看一下 哇 这建筑 哇很壮观哦 这是谢家的一个祖先的中堂 都是在中间的位置这里 哇 就是这种 叫这个中 合金工程点就是这个点 哇 一个太极点 阴阳交汇 允议出人才 这谢氏宗池 隔壁也好多姓 但是 人丁兴旺 出人才的只有这姓谢的 他的祖先不得了 搞对的位置 这也是当年从浙江那边 逃赖过来 之后就定居在这里 保地得主啊 所以 谢家后人 繁荣长盛 大富大贵的 哇哟 这里天古流芳 万大景仰 看一下这个 哇 这是 都是姓谢楼 哦哟 这么多姓谢楼 谢文玉 谢陪巷 谢一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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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兰巷 谢佳兰巷 哦 太多了 好多好多 哎呦 大家感兴趣啊 可以导航过来 在广东省东莞市 查山镇 南社 就南社村这里 就是明清古建筑 南社村这边 这位置很漂亮 再拍一下 我们去虚伪赶上 嗯再看一下 啊 你看 十一位进士 二十九位修材 不得了 大冰的中间 非常正宗 很正宗 很正宗 盖的很正宗 这也是学园啊 祭园道的 不得了 这是谢氏的祖先 白子千孙 里面 先拍 OK 开始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探测这个 广东省东莞市 南社 查山镇 南社村 这个明清古建筑 这里 谢氏的宗石 啊 这里一条交汇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里 当年出了十一位进士 二十九位秀才 这是祁赶石 是当年那个 地位显赫的一个标志 只有这个宗石才有 隔壁的宗石都没有 这里好多宗石 只有这里才有 啊 这是祁赶石 那我们进去 很少 对 啊 在里面 在里面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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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大厅这里 啊 出了十一位进士 二十九位秀才啊 哇 在这个大厅这里 也不是在上面 上面我看一下 排一下 这是歇士的宗石 哦 白子千孙 这出了好多伟人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太极点位置 在里面 嗯 在这这边 碰到它的浓脉性了 它就会有感应在上面 好 我们过来 哦 教会了 在这里面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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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哇 好正 大厅里 有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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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东莞市 广东东莞查山镇南市村 谢市宗池 当年出了11位近市 29位秀采 我们今天专程千里迢迢来这里 探测它这个风水 考证一下这里的风水 现在有太极点 谢市的宗池 这在大厅中间的位置这里 这力量 出了11位近市 29位秀采 看下这个历史介绍 这里还有那里是大人物 这边还有稍微小一点点的 这近市好多 这都是有历史见证的 11位近市 29位秀采 号称广东第一村 这个有时间可以过来看一下大家 这谢市的谢家的祖训 我看到里面的 寿贵财丁 丁财贵寿 在上面 丁财贵寿 白子千孙 这是武状元 以前那个清科武状元 这里还有谢元俊 二品文官 二品官 这也不得了的了 这个也是 有时间可以过来看一下 好 开始 这里是谢市宗池 刚才我们探测货有太极点 我们看看别的宗池 有没有太极点 它这个是旗赶石 当年出了近市 19位近市 29位秀采 这不得了的 我们看别的宗池 这都是扫向那边 都是扫回那边 谢市宗池的位置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是云野 云市宗池 这里也没有 没有感应 这个是另外一个宗池 这里也没有 这个感应 这个没有 这个是别的别人的 性硬的 这个没有感应 这是另外一个宗池 扫描过来没有感应 蓝色 明清 古村落 这位置 这一条线能有 只有它那个谢市的宗池才有 所以人家出了11位近市 29位秀采 那不得了 我们再走走 这大塔祖坟了 再看一下 继续走吧 这是蓝色 这边也有 这在上面 它在祖坟那里 哇 在上面 这里附近 就只有它谢市宗池那里 有太极点 还有祖坟这里有一个 Hello ladies 来 过来 快点 这是谢市的祖坟 这是谢市的祖坟 在它这个祖宗坟 这里 第一条谢麦 第二条谢麦 第三条谢麦 上去 别上去 我连拍了 我没有断掉 从那边过来 那大家看看 这个都是真实的 我之所以拍这么久 拍这么远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真真实实的案例 我们也没有造假 这都是人家出过人物的 我们 这都是实地的去验证 都在这里 看没 它指这个位置 要指回来了 在这里看没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位置这里 哇 这不得了 就在这边 都在这个位置这里 哇 好正宗 看一下它的外观 大家看一下 你看 都是纸这里 纸回去了 OK 就这个大概位置 这风雪不得了啊 除了19位近视 29位秀才的 一个是祖坟 一个是它的宗池 都有太极点 我们今天千里迢迢来到广东省 东莞市 茶山镇 南社村 谢市的这个 祖先的这个坟墓 还有它的宗池那里 经过这个太极厂探测一探测 都有太极点 这东西都不是我们造假的 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见证和考证 好 就拍到这里吧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过来实地去考证一下 OK Thank you